亲家 你说我这个亲家 把我那一万五给捐出之后 这说啥就不还给我 我今天下午着急相个老伴 你说我必须把这钱给要回来 亲家 亲家 藏起来了 是不是跟后边呢 你快给我出来 告诉你 我都闻着你味儿了 听你们 我这鼻子比军犬都好使 你快给我出来 不出我就给蹲着 等 等 等个你 大哥 大哥给家吗 这咋还除了个女的东西呢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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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啥呢 这咋是你呢 你找啥呢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不是这么个事吗 你看上回用捐款那个事 给我大哥兼不少麻烦 这个记者还老采访 我现在就过去看我大哥了 刚才 刚才我现在是我大哥 蹲那块 你你拿我当你大哥了 啊 完了就动手动脚 看来你们这关系处的可不一般呐 你看你说啥呢 大哥你别说笑我啊 我 我是你二哥 你这老大哥大哥你是不是这两天你叫顺嘴了你啊 我这脑子也不好使 到现在你们俩呀 谁老大 谁老二我一直会分不清楚 你可不是分不清 你要分不清 你要分不清 你得不怕我呢 我呀还真没看出来 二哥这人的还挺幽默 别说笑话了啊 干啥呢 那个 你干啥呢 我这下午着急相老伴 他欠我那钱就不给我 我这不来要钱了吗 他人哪去了 你还问我 你还不知道他是哪去吗 我是哪知道些 我是冒冒来的 我现在那个不道大哥愿吃啥玩意儿 给家给做点菜啥我得送过来 哎呦 那我说闻的这么香呢 来我看看啥啥 哎呀 不道愿吃败吃啊 我带过来 哎呀 鸡爪子 鸭爪子 鹅爪子 猪爪子 哎呀 这都是我亲家爱吃的 他爱吃吗 吃饭能挠钱的他都爱吃 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我跟你说 那啥呢 哎呀 我是行 你把我亲家饮食习惯摸得这么透吗 你给别说 那这样你爱吃你也吃 咱俩等他一会儿 房间也等 我给你找个网块去 行吗 行啊 这个我得吃啊 我必须把我那一万五这三天的利息给吃回来 来 二哥 我给你买一下啊 我还带瓶酒呢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家的地形你摸的皮我都熟过 咱就说这酒杯 这是我亲家结婚前我给他买的 二十多年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跟哪儿逃出来 你可别瞎说啊 你这我拿放着呢 我到那儿我拿回来了 来吧 我敬你一杯酒吧 来 你这完全是以清姊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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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你说啥话呢 你这什么还清姊母啊 你长得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说你还清姊母 你那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咱应该改口了 你和我亲家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啊 我跟我大哥呀 他俩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 这点我都明白 你真说像我这样的 你真的说的 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那可不就是那么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哈 上学了 钱都够了哈 都够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是吧 挺好 嫂子 你们过得都挺好 你们得想想别人啊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撩汪汪的跟他找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都亮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子蹭一下就找啊 是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消防队来搁吃水相吃都不一定死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像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清洁上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二哥 我真不知道我大哥上哪儿去了 你看你 嫂子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哈 咱们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我就得管你要了 我说你这 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也从我要不着啊 这负债子还 负债期还 你这哪儿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洁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我管谁要 我说二哥我说你这是咋个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我跟我大哥过上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了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鸡眼了呢 这一般在家里要说了不算的 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说啊 他没有钱 有钱肯定给你 所以他有钱的话 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 给你借钱一点 扫扫扫扫 你用我就扫了 你别借不着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往后我用完之后 我再给你拿回来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那三万块钱 你都花了 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是吧 我准备这本啥家具 你今天咋能盯上我的呢 我可不跟你说拉倒这个东西 不是 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着急想老伴 人家说了 那老太太长得可水灵了 你说你 你就不管我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寂寞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嫂子 你是我亲嫂 你叫嫂子 你叫妈我也不行 我不能跟你别 我求你了 你这帮我 三天不见风云突变呐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哪里不玩老鹿 鹿啥鹿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鹿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危险啊啥的 你知道吗 什么嘛 你这一路好像我俩咋地了是 不是你没大地 那你刚才那是干啥呢 我这是求我嫂子 让她帮帮我 我下午想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那样 你说你路上去都影响我形象嘛 那个 那啥 大兄弟啊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青年要钱 他青年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就从我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这是 哎呀 你们有点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同两天这个白大爷和钱大爷捐款的事啊 这个网友分分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都凑出来了 就是孩子上学的钱也有了 钱大爷多捐的钱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也不用再着急了 这真的啊 这挺好的 哎呦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这就算 没事 我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这段时间我能控制住 那个大兄弟 这个感谢你 也感谢那个社会人 有好多那个好心人呢 哎呀 哎呀 那啥 那个钱够的事 大哥知道不这样 我这不就是来告诉钱大爷的吗 哎 钱大爷呢 没了 没没了 丢了 丢了 现在就三天找不着人啊 那个 好几天没看到人了 这不哪去的 我这心里着急啊 哎呀呀 那么大人就丢了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先发吧 来来 这么的啊 哎 咱们现在来一段 这个视频群 寻启示 啊 你录一段 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 没准能找到钱大爷 哎呀 这个办法挺好 看着就都能告诉 直播的 直播的 这个挺好 挺好 那什么 那个录吧 我不着急 嗯 女士优先 来我先来吧 这还不着急呢 那女士优先 那天应该田阿姨先来呀 啊 你去 那神 我不着急 那你先聊 田阿姨来 预备 开始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啊 那个钱哪 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啊 你说你的爱心哪 哎呀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这些天哪 我的事啊 一直放心不下 我这一闭眼睛啊 我这满脑子里头 确实大哥你呀 我说心里话 你存在 你跟哪 他深深的脑海里 他的梦里 他的心里 他的歌声里 我 我不着急 你先来 大哥 真没想到啊 你对我们这个树不相识的 你姑儿刮母 你照顾我 和爱心 我跟我儿子这辈子大哥 也忘不了你啊 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 我肯定报答你 大哥呀 你去哪呢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吧 是生活因你而精彩 那神 我不着急 你来 我说你这 你不着急 你不着急 啥结果眼的 你能不能来 来点干点你 刚才有点稀 我来点干点 这亲家呀 你搁哪呢 你快点回来吧 这两天我们找 你都找疯了 全乡都找遍了 尤其是你常去那几个寡妇家 我都去找去了 人家说没看着你 亲家呀 你千万快点回来 别出啥事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不哭行不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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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响了 买了 买七七了 啊 现在就有网友 知道了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 啊 网友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 四处筹钱的钱大爷 钱大爷知道了这个好消息 正在往回赶 估计明天就能到 哎呀 我忙了 这下路我都放心了 放啥心呢 你 你倒是放心了 他不是说你明天回来吗 明天回来 你说我找老板这事 不用泡汤了吗 这怎么 浑浑受伤都是我呢 白大爷 白大爷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 嗯 你说这一会钱大爷回来了 你到底是管他要钱 还是要你这面子 这事我 我得怎么说呢 我还是想要老板 我这么没出现你 平安姨 大妹子 你要实在想不容大哥 还有二哥呢 啊 大妹子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